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因为年纪大了 李斯立不重新 听着艾拉的安慰声 亚当裸有所思 第二天 他们再次讨论到女士 这一次 亚当还拜堪玩笑的说出 你是从脱衣到跳河之杀的全过程 听者无人在意 亚当和李斯两人被艾拉追逐着去挖煤干活 等到下班 女老板滴来热水 两人就这样相互插洗身子 回到船上 众人吃饭的时候 李斯提出邀请亚当 跟他去酒吧玩飞镳 亚当同意 诗诗艾拉骂他 没别的事能做 亚当说 他想做的事情 在孩子面前不方便说 李斯哈哈大笑 坐在下面 亚当大胆地趁着李斯看报纸的机会 踢起裤脚扔自己的小腿肉 去蹭艾拉 艾拉立马感觉到了 但他却没有柱子 亚当更加大胆 甚至伸手去摸索着艾拉的大腿 这下艾拉坐不住了 立刻盯了他一眼 随后打开了他的手 起身逃离 李斯和小孩对此并无察觉 亚当并不失望 因为艾拉没有当众戳穿他 那就证明他还有机会 饭后 亚当开着船 却想起了女尸 夜晚老板带着亚当去酒吧 一直心心念着说着 想要借女尸上报纸 到了酒吧以后 他拿起报纸炫耀着 却发现上面没有他的名字 只说了是两个船夫 李斯很不爽 此时亚当提出了要回去 李斯没有多想 等亚当回去以后 艾拉见亚当一个人回来 想起白天被调戏 顿时明白了亚当的意思 亚当说 李斯起码一个小时以后回来 时间很充裕 于是 艾拉怕吵到孩子 就跟亚当走出了船 在夜晚的河边小道上 艾拉就这样和亚当夜战激情了一番 年轻力壮的亚当让艾拉十分满足 事后 艾拉说自己现在后悔也晚了 于是回到船上 艾拉和亚当开始了大情骂叫 艾拉对亚当的态度也变得十分明显 一边说亚当是好人 一边问他要不要吃钱蛋 两人说着 李斯回来了 李斯看到两人片刻的怀疑以后恢复了正常 此时 李斯火气很大 刚要知为两人是否做了什么 却被艾拉反将一军 说他玩分交 输钱了才会这样 李斯就还狡辩自己没输钱 完全没发现自己老婆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画面一边 亚当开始了自己的回忆 回忆中有阳光海上沙滩 就是缺个闲人掌 亚当坐在沙滩上 发现了一个跟自己一样孤身一样的美眉 两人对视一眼以后 亚当主动走到对方身边坐下 在两人抽了一只烟以后 开始盘谈 聊着聊着 亚当得知他叫着开喜 没几句就邀请他去旁边美人的地方散步 两人都露出了一副你懂得的笑容 回忆停止 亚当坐在船上看着书 艾拉的儿子玩水桶不顺水河 亚当立刻高呼 并且跳河把他救了水栏 及时而过的艾拉 对亚当十分感谢 接下来当船路过一次游乐园时 孩子吵着要去玩 李斯邀请亚当一起去 艾拉说他要在船上工作 亚当立马想要留下来 至于留下来干嘛 那也就不用问了 可惜亚当最后还是被李斯拉着一起去了 亚当人在游乐场 心在船上的艾拉身上 外面开始下雨 亚当找了个借口回到船上 亚当想要求欢 却被艾拉拒绝 于是他故意碰坏了油灯 等到艾拉斥着他起床后 他再勾引 艾拉这次彻底的沦陷了 虽然感觉对不起李斯 但让人依旧再度疯狂 完事后 两人面对面躺在床上 亚当却再次开始回忆起了年轻貌美的开心 两人相遇吃饭 最后去了河边的码头 在夜方村肆无忌惮地脱衣野战 回忆终止又过了一天 工作完毕以后 亚当被艾拉调戏了一下 等到孩子被送走去读书以后 艾拉找了亚当试说自己的不舍 亚当是个好人 很昏暗为人 于是亚当和艾拉就在李斯的下面 船超里开始了偷情 李斯在上面开船 两人在下面开车 这一幕很深讽刺 亚当做完以后 拿着一块牌子沉湿 上面写的是凯西送给他的一句话 他再次回忆 夜晚的河边码头 亚当和凯西两人衣衫布置了聊着天 显然是刚刚战斗过 凯西说自己怀孕了是亚当的孩子 凯西希望亚当可以娶自己 但亚当拒绝了 他认为孩子是累赘 因为自己太穷 而且亚当质问凯西不是还有一个男友吗 凯西被逼问下无奈承认室友 那个人叫做丹 是个老实的水管工 于是被感觉自己卑虑的亚当起身就想走 凯西扶一扶着 追上来对亚当拉拉扯舍 对后被亚当不小心推进了河里 不会游泳的凯西可能被冲到了胸有的爱流里面 没有浮起来的机会 他连呼吸都没有一下 亚当慌乱的呼叫着凯西的名字得不到回应 思索片刻 亚当把他的衣服什么全部都扔进了河里 然后转身逃离下场 回忆结束 亚当将凯西的照片拿出来看 而丽丝则是拿着报纸说 凯西的另一个男友丹被认定为杀人凶手 找到逮捕 亚当心中很是纠结 他知道丹是被冤枉的 下班后 李斯邀请亚当去喝酒 亚当却说自己要凯书 然而一转眼 亚当就和海拉躺在了床上 给李斯带了一个大大的绿帽子 凯书 我信你个鬼哦 小伙子坏得很呐 在船上两人资罗相对 甚至不在乎即将回来的李斯 等到两人睡到夜晚 李斯都已经回来 在船上上来回踏步逃险了两人 亚当抱歉的对李斯解释这一切都是例外 李斯很是愤怒 但是显然他打不过年轻力壮的亚当 那你为啥刚才不趁他睡着动什么 最后亚当说他会离开 但传是艾拉的 所以李斯表示离开的应该是他 李斯走后 艾拉赐罗着在船上里 一声轻声的给亚当煮茶喝 两人陷入了没酒没灶的生活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 亚当经常会回忆起跟凯西的点点滴滴 这天 艾拉拿着报纸说 女士案要开始审判 亚当却说丹是无辜的不是他干的 艾拉并不在意他的话 亚当本想着打字写信去制首 但是最后他还是害怕的撕掉了几信 选择让丹去背负罪名 李斯拿走了他的东西以后 艾拉说要找个律师让两人离婚 然后和亚当结婚 艾拉接回孩子以后 孩子对亚当这个后妇很不满 但他只是个孩子 夜晚孩子偷看着两人真爱很难受 又一天艾拉的妹夫粗意外死了 他要把眼睛貌美的妹妹贵度连 挤到船上照顾几天 两人去了贵度连家探望他 亚当显然对这个漂亮的贵度连很感兴趣 船上贵度连想方设法和亚当谈话 还邀请他一起去喝酒 两人跟艾拉说完以后就走了 艾拉脸色有些僵硬 显然他猜到两人的想法是什么 吃过晚饭以后 亚当和贵度连两人在一处无人的小巷子里 莫名其妙的就开车了 两人回去以后 贵度连找借口睡觉了 艾拉拒绝了亚当的求婚 他生气了 第二天亚当走在街上 人们都在议论着丹是否有罪 亚当听了很多是滋味 他坐着又开始回忆起自己被开西照顾的时光 那段时间他住在开西的家里 写书被他养着 某一天开西抱怨他 被自己养了八个月 什么都没写出来 亚当恼羞成怒 亚当将做好的蛋奶倒在开西身上 还打他的屁股 最后倒了一瓶番茄酱在他身上 奇怪的是开西反而在笑 两人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 还要来一发 离开回忆 亚当烧掉了开西的照片 选择遗忘 回到船上 贵度连说 艾拉离开去找李斯了 显然是贵度连想要战友 亚当故意起走姐姐了 亚当愤怒的收拾东西 想要离开 最后他失去了船上的工作 在酒吧里喝酒 正好有个酒友房东 在出租房子 便邀请他去住 兄弟你是嫌你家绿化不够啊 你会后悔的 不不其然 亚当见了房东的老婆 预缴了房租以后 房东居然还去上班 留下来两人独处 显然女房东 早就已经和上一期的 租客偷亲 主动勾引亚当 亚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滚完长滩以后 女房东提醒亚当 房东快回来了 亚当才起身离开 酒吧里 房东问亚当 去不去庭审看热闹 亚当表示很有兴趣 照上他刮胡子 好好收拾了一番 跟着众多吃瓜群众 一起去看热闹 看着庭审的画面 亚当不自觉的想起了凯西 因为自己没钱 和丹在一起的画面 而他只能收拾东西离开 法庭上亚当看见了艾拉 两人对视了一眼以后 艾拉直接起身离开 亚当知道 两人已经不可能了 回到出租屋 女房东就这样 吴志兰的洗澡 还跟亚当聊天 亚当说 法官没有宣判 丹杀了死了凯西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只是丹和凯西是男女朋友 为此她感到心安 因为这样 丹不会死 案子也会成为悬案 可是很快就再一次开庭 这次开庭支架里的衣服纤维 是丹T恤上吧 先生指纹也是丹的 几乎体重如山 丹情形和危险 他很可能背叛绞刑 亚当健壮 立刻起身离开 夜晚在床上 他辗转反射 心里一直想的都是开庭 又一次开庭 这次法官自问丹 是否知道开庭怀孕 这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丹一直否认 但没人相信 众人都以为丹是不想抚养孩子 才做出了杀人灭口的事情 亚当很煎熬 他不希望无辜的丹死去 于是他在一个电话亭里 写下了案发过程 说自己是当时在场的唯一证人 但是无辜的 开启的事 随意外 但他却不能出庭作证 等他把信交给了法庭后 隔天再次去法庭听审的时候 他喊不完 随时担心自己会被抓起来 然而他没事 可怜的丹还是被宣派有罪 并且要失忆小心 亚当很震惊 自己不是写信时候了吗 可是他不敢站出来 因为他不想死于绞刑 夜晚他十分挣扎煎熬 第二天清晨 他去了开启罪盒的地方 丢掉了开启 送他的牌子 然后背着行囊离开了 他终究是不敢去认罪 电影就此结束 那么大家认为 亚当是否应该去自首呢 一个无辜的人 就这样成了他犯罪后的替罪羊 哪怕他只是无心之失 哪怕他想要帮助他 但是丹丹认为 他在开戏追和以后 想要毁灭证据的行为 就已经不可饶恕 更别说着他还到处跟别人乱搞 四处过种 毁坏他人家庭 书一本没写出来 但作为一个渣男 他是十分的成功 谢谢大家